这位兄弟 我想问问 是不是抓了位京城的少爷 怎么着 你跟他同伙啊 我 你想偷安自首 还是想劫狱救人的 哎呀不是 我不是 哎 哎 你说的行不差异 是不是那两个 那两个 刚才那样 和公堂里面那个 这个高矮胖瘦 倒是还挺像的 可是没长胡子 先生 走 这是几呀 看看 这是几 小哥 你想想 你看看这是什么 看看我 认不认识 认识不认识啊 小哥 你看着我 小哥 我是冰妹呀 你想起来了吗 小哥 你是不是想起来了 我是冰妹呀 好 这是这是什么 是冰妹呀 是冰妹呀 你们要听起来 好了 是冰妹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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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你 来 已经受冰妹了 冰妹呀 肯定了 你借过了 不过 吃了这么多药还是不管用 魏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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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小姐少爷出事了 怎么了有话你慢慢说 干嘛 你们家铁公子那么瞎肝意胆 怎么身边就出了你这么一个人啊 你说什么呢 说什么 他都被人陷害了 你不挺身而出你还跑到我这来 你是怎么想的吗你 魏小姐 我当时要是挺身而出的话 谁在外面周旋啊 你周旋个什么呀你只要说出事情的真相 把你们家的身份说出来那不就行了吗 那包大人还不吓死啊 冰心姐姐不也就没什么事情了吗 说你不懂吧还给我来装大 要是能够这样的话 老爷干脆直接派人去拿猴孝不就完了吗 红石寨的事情你忘了 那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呀 哼 这是你的地盘我要知道怎么办 我还来找你干嘛 要不你先回去 我再和冰心姐姐商量商量 哎 我跟你一起去 我要见冷秀 你唱个什么呀 我要见冷秀吗 好 大人 这是我们家公子的一点小意思 请大人孝大 这个大哥是什么身份啊 值得过公子如此破费 大人 这姓铁的还不只是引导之徒 前两天他还冒充刑部的差役 伪造刑部公文 就为了帮水运耐掉输掉的宅子 这罪可是不小啊 啊 这事我倒是听说过 不过程先生 你有什么证据啊 我倒没有什么证据 不过我家公子就是人证 听程先生的口音 好像是闪干一带的人吧 啊 在下是何方人士倒无所谓 不过我家公子的爹 是在京城为官的 这话够近 告见 说吧 你家公子什么意思啊 我家公子是想得到水府的宅院 别让那个姓铁的坏事 你们又没有什么证据 总不能在我姓鲍的地盘上 硬夺硬抢吧 再说人家要是告到了州府 甚至告到了京城 哎呦 我这鲍某的饭碗呢 鲍大人 您宅心仁厚 是河间之福啊 过公子说了 万事有过大人顶着 翻不了船 如果鲍大人能抓住个瓦齿奸细 那更是虔诚似锦呢 哈哈哈哈 哎呀我鲍某在这河间当芝麻官二十年 此地是从来没有这么风云变幻 谁也要是为了 若你多了 不知你是否是祸 报大人 你我都是读书之人 福祸相依的道理 我就不说了 那就看报大人 怎么去把握了 你我算不上读书人 大不了算是读过书的人 陈先生 如果没什么事那就请回吧 那好 那在下就先回去 跟公子好好商量一下报大人的前程 告辞 咱们在这等吧 让他们多睡会儿 冰心姐姐 那铁公子的事 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环妹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这种事情我们不能插手 铁公子他是想帮我们呀 我们现在不能不管他呀 你怎么还不明白呀 以铁家现在的势力和地位 他要真想帮咱们 他用得着这么偷偷摸摸的吗 姐姐 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 侯师寨的事情真的不关铁公子的事 你就算是不相信他 你还不相信我吗 你还记得那天 在京城凤凰楼的事情吗 我们刚到 请军就来抓瓦池奸细 现在回过头来想一想 说不定就是铁钟玉 暗中保护他们逃脱的 姐姐 你怎么越来越像那些 汗水世博的人了 真是御家之罪 何患无辞呢 好了好了 我不想跟你争辩 反正 我们现在要趁 铁钟玉在牢里的时间 把少哥赶快治好 等他出来之前 我们已经神不知鬼不觉地 带他回京城了 直接闯宫告狱状 真是可惜了 铁公子的这番苦心呢 你自己好好看看吧 他的事情由我自己解决 这什么呀 要放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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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轻人 你气语不凡 我知道你不会来历 但是你不把你的真实姓名告诉我 这和监谷有人加害于你 我也管不了 到时候 你别说我不给你机会 大人 你是在威胁我 我也是读书人 书中讲 君子不临威强 不履险境 我劝公子 不要因为一时之气 耽误上了自己的大好前程 大人既然是读书人 也应该听说过 平民重得失惠 是无畏之公卿 使者贪财好祸 万公爵之乞丐也 是这句吗 那你还明知故犯啊 居然还记什么读书人三个字 那都是没有当上官的酸文人的自我安慰之词 我老夫早就过了为虚荣舍生取义的热血时期 我以过来人的身份劝你 侠义当然值得称颂 但是以卵基石属于不治 做人应该从权 朝廷就是因为有你们这些从权苟且之辈 才把国师弄得如此迷赖 没想到现在居然还在为自己苟且之事 找这么多理由 我好心地劝你 你去骂我 好了 明天我就送你进京 大人 是 怎么样大人 想谈碰钉咋吧 还像我年轻的时候啊 民女为还叩见大人 一代烧辞明家道府上 有什么指教啊 不敢当啊大人 大人 民女是来担保京城的铁公子的 请您尽快放人 越来越热闹了 说说 你和他是什么关系啊 这您就甭管了吧 反正我愿以性命担保铁公子 他一定不是坏人 你的命值几个钱呢 是 我的命是不值钱 可是京城铁公子的命 您可担当不起啊 要是大人您的头皮够硬 就去打听打听 他是什么家事 贤知 你爹生前是和奸的贤打 我这点面子总会给你的 不过 铁公子是被过家所获 要想保释 你必须找过公子才行 正好说 这么说您是答应了 哎哟 你就别在我这耽误功夫了 请吧 大人 你这些快 不过我 我怎么没想到 我还没想到 你这些人 都不想到 我还没想到 那你去哪里 我都不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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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小姐 什么事 胡大侠 我已经知道 孝哥一直没有好转的原因了 怎么回事 你先看一下这幅画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搞这些个文雅的事情 你先别下结论 这画中可大有乾坤哪 胡大侠 您看这提诗 中山之兰势无双 偶不提诗便怨人 曾向壮士马前醉 自知不复能还魂 中南山的还魂之兰呢 对呀 咱们怎么没想起来呀 只是中南山距离这里 有几百里的路程 胡大侠还得辛苦您一下 好 我这就去 这幅诗画何许人做的 刚刚那个小桓来过了 他说南庄烧瑶已经弄好了 您如果回来的时候 我们不在这儿 您就去那儿找我们好了 你也不告诉我 其实我心里面知道 你也该见见那小子了 我听我闺女的 其实啊 那小子跟洪世寨的事 没什么关系 我们云仙啊 错怪人家了 我没工夫给你抹嘴皮子 给个痛快话 行还是不行啊 喂 你这也算求我呀 你说对了 就算是我现在求你了吧 你要是不答应啊 就是你逼我了 公子啊 人手都准备齐了 就等你一句话 咱们上水府抄宅子 你有病啊 有个美女在这儿呢 说话这么大声 一点礼貌都没有 给我站到一边去 站到一边 站到一边去 行 咱们今天就打开天窗说亮话 我的朋友要是出不了大狱啊 我就把你科考舞弊的事情 全都给抖出来 大不了 我和你一块上法场 那我要不答应呢 还有水府的宅子呢 那我欠你的钱呢 你欠我的钱 我都已经替你垫上了 还差五十两 就全免了吧 好朋友 喂 叫你去找成熙 他跑哪儿去了 师爷喂鸽子没时间 他不喂鸽子 鸽子会死啊 搞了这么半天 一点便宜都没有占到啊 那还去不去水府了 去什么去啊 走啊 侯孝还没出现 铁英之子铁忠玉已到河间 小人正锦力周旋 望侯爷设府邸抽薪之计 以缓解小人之难 小姐 连老天爷都跟咱们作对 有点疯都没有了 能消 把这个事事转起来 给小哥看看啊 小哥 口 proved to be sure you wanna be yourba 下 小哥 你怎么了 小哥 小哥 小姐 你不要难过了 少爷 你一定饿了吧 咱们找个大馆子好好地吃一顿 光想着吃 还不知道水姐姐她们怎么样了 没准现在正看着你那幅画呢 画 你给她了 你没告诉她那幅画是我画的吧 你要是不相信我 就别让我来回传画了 我信 我信你 怎么不走了 铁公子 你不是说要和我鄙视秦义吗 要不我们就在这儿比云水急吧 云水急可不是随便鄙视的 水姐姐没带秦回来吗 你怎么突然想起这个了 她可不能无情啊 小蛋 我们还有多少银子啊 少爷 银子是用来吃饭和住店的 少废话 还有多少 八十两 这个可是和间最有名气的秦行 你们要买啊 至少得一百两呢 那还不简单 我们可以卖马 啊 少爷不会吧 我只听说过有人不吃饭会饿死 但没听说过不谈情会憋死的 你不同音律 不知道一日无情的心境 走 卖马 真卖啊 走了 五位小姐 你怎么不走啊 公子啊 我看水府那个宅子我们要不要都无所谓了 不是吧 无所谓 瘦高点 当初在都上花的银子那不就泡汤了吗 公子啊 我给你算我八字了 你天生富贵 只是命里缺水 所以啊 宏图不展 水冰心小姐呢 她这命中带水 跟你互补不足 所以啊 只要你娶到她 一定能一飞冲天 什么一飞冲天啊 她是亲犯的女儿 你让我娶她 那不是害我吗 猪九族的 公子啊 水冰心是皇上亲口赦免的 是太后亲手放的 什么叫陈鱼落叶 什么叫碧月修花 你去看看她就知道了 但是你看过她的八字吗 你怎么知道她命里有水啊 这不明白什么 水冰心三个字 你不想想 里面有多少个水啊 难道这个水冰心真是我 过公子命中注定的女人 公子啊 我们要水家的宅子也好 要取水冰心也好 我们只是想沾水家 文心高照的光 其实我还是为公子 你的前途着想啊 啊 为我着想啊 去提亲吧 文小姐 客官走好啊 我想麻烦你 把这请给水姐姐送去 凭什么要 你不是我的红星知己吗 再说了 水姐姐身性高傲 如果她知道情侍我买的 肯定不肯收的 你跟我说明白了 你对水姐姐 到底是什么想法 我对她没想法 是她对我有想法 她老是认为 我是洪世寨的杀人凶手 我知道 我指的不是这个 那你指的是什么 我答应过水姐姐 这辈子都要保护她 现在她有难 我侠义危险有错吗 你该和冰心姐姐见个面 可她对我误会这么深 不是一句两句话 能解释清楚吗 哎呀 少爷 人家维小姐说得对呀 人怕见面 马怕对头嘛 咱们找水小姐 出来见个面 当面把你的苦水说出来 就不用猜来猜去了吗 可 可她愿意给我机会 这才行啊 好了好了 我会想办法让你们见一面 明天我想法子 让水姐姐到湖边弹琴 你自己好好珍惜机会 我能做的就这些了 我现在就去找水姐姐 给我 小丹 我们可以见到水姐姐了 是啊 靖王有什么动向 眼下看 她在朝廷的威望见生 别阻挡了我们的路就好 太后对她是越来越百依百顺啊 不过皇帝倒是不接受她 处处跟她作对 很好 那你就想办法 把他们的矛盾弄大 让皇帝帮我们压住她 等我们杀了水居一 再来收拾她 侯爷请放心 这个我自有办法 我收到成奇的密报 铁英的儿子去了河间 我看要再放一把火才行 这个也不劳侯爷废神 我也有办法 我会让我找到 如果她不想自然 你会发现 你会发现 这样的你 这些人 很难以为 她选拖她 她的海费 她是这样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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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他们又跟来了 小姐 微小姐和胡大侠 不是说洪氏寨的事 不是他干的吗 他帮咱们保住了宅子 又告诉咱们 还魂知蓝的事 我觉得 他不应该是坏人啊 他铁家父子 一个唱红脸 一个唱白脸 联手陷害我们水家 现在铁忠玉费尽心机 就是想赢动我们的信任 想让我们 把萧哥拱手交出 好了 听给我 赶他们走 哎 小姐捏你们走呢 好笑 这条路是你们家的呀 找打呀你 这 你怎么跟你们小姐一样 妈不讲理啊 我们家少爷怎么了 我们家少爷人比怎么了 小大 少说两句 就是嘛 你 那小子就是跟我们动手 被豹子打入在牢 要让韦小姐担保 找出来的那个 水云你真是他 三分四次的跟我作对 现在有跟你侄女在一起 你转眼还说不认识 你是不是觉得我很好欺负呢 是不是 郭公子你别误会呀 我真不知道他是谁呀 要不然我回去问问我侄女 不要 哎呀你回去 告诉你侄女让她放心 我过期组呢一定会把她 从那小子那里抓回来的 我明媒争取 我每天都会喂她 喂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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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可是我侄女的造化 哎 哪里话啊 你欠我的钱呢 就算了 要多少礼金你就说话 还要什么 我过期组给你 真的啊 当然了 我还要把和家的老大给你做呢 那恐怕使不得 我都愿意听你的指挥 还有谁不会听你的指挥呢 对不对 哎呀 郭公子这么讲义气 那我就说句大包大揽的话 听我的不争气的兄弟做主 我侄女非郭公子不嫁 你们这些笨蛋蠢驴根本就不爱踢 不玩了 圣上快起来吧 走开 狗母猜 是 皇上快起来 地上梁 不吗不吗 我不起来 我就不起来 皇上 这 你还是起来吧 我们一起选一个好玩的游戏 圣上 您快起来吧 您敢把太后给记得 说 您有什么办法能让朕开心 圣上 您不是喜欢铁哥哥吗 何不找他入宫陪您 还能将您绝活 好吗 一言 母哥 我要铁哥哥 我要铁哥哥嘛 好好好 去 传铁鹰来 是 少爷 你这怎么了 谁呀 是我 小二 公子爷 打扰了 今天该交房钱了 我怕店里不安全 所以呢 钱放在亲戚家了 明天我再给您吧 那就有劳您了 二位早点休息吧 少爷 你生病了 少爷 你生水小姐气了 小胆 我是否狭义为先啊 是 小胆 我对水姐姐是否心无杂念啊 应该是 小胆 没事了 哦 那你别醒太久啊 天鹰啊 我想问一下 这水军医谋反的案子 你还说是 你想拖到猴年马月啊 太后 臣知罪 不过臣已经派人去追捕重要证人侯孝 和那瓦齿人胡龙 只要侯孝到案即可了结 你什么时候能找到证据 能不能找到证据 那是你的事 会事马上就要到了 到时候你还是结不了案 这欺君之罪 你可是免不了了 太后 臣一定在会事之前解案 皇上想让你儿子铁忠玉 进宫释毒 皇恩好大 这是铁英和犬子的荣耀 只是犬子正在外游学 要想回京恐怕还尚需时日 这我就不管了 找个人给他带个话 让他尽快来宫里陪伴皇上 是 铁英这就去办 大伯 叫侄女有何吩咐啊 冰儿啊 你坐下吧 冰儿啊 自从你们来了以后啊 这每日的用度比从前可多多了 大伯 我这有个玉佩 你拿去换点银子救救急 侄女知道大伯操劳 等过了这个难关 我一定会好好孝敬您的 被水车薪也不是长久之计啊 万一你爹出不了狱 咱们拿什么扛啊 莫非大伯有什么好办法 办法就在你身上啊 我 冰儿啊 你还记得我跟你提起过的 礼部侍郎的公子吗 不就是那个使唤让你输光银子 还想霸占我们院子的那个吗 自从郭公子啊 这湖边听到你的琴声 对你是朝思暮想啊 他现在不想要咱们的宅院了 还要亲自过门向你求亲呢 这不是天大的喜事吗 我爹蒙约入狱此事为了 不谈婚嫁 你看你看你看 倔脾气又上来了不是 本来呢 我是没资格谈论你的婚嫁 可是你爹我那弟弟他身陷不测 咱是干着急使不上劲啊 可是郭家能帮咱们呢 要是你跟郭公子成亲 你爹跟他爹那就是亲家 他能不使劲吗 而且咱们可以利用这个机会 向他提条件 好啊 如果他能救出我爹 我马上嫁给他 人家跟你什么都不是 凭什么白帮忙啊 我可以立自举 我爹出狱之时 就是我出嫁之日 他能接受吗 如果他不接受 就是成人之威 不是君子所为 大伯你说我能嫁这样的人吗 就算你不嫁过公子 你以后找一个好依靠 也不是什么坏事啊 人家不嫌咱是罪臣的家眷 不怕受连累 已经很不错了 你 别玩啊 十月您的饭 谢谢啊 您慢用 你说啊 你未来的老板娘来了 水冰心 冰心 公子啊 什么事啊 当然是水冰心的事了 快说快说 水冰心这事 本来我们是要找他大伯 向他提亲的 现在呢 你有个情敌 所以不能延误 情敌 什么情敌啊 就是那天在湖水边 跟水小姐吵架的那个京城小子 你怎么知道 从他们的眼神就可以看得出来 不是青梅竹马 就是认识很久了 所以啊 公子你 要当机立断哪 孝哥 吃个花生宝 侯将军 别闹了啊 乖了 听话啊 这个可是你的冰心妹妹啊 孝哥 你快好起来吧 你就别太担心了 等义父采回了还魂之来 侯将军的病也就好了 孝哥成了这个样子 大老爷还让我嫁给过公子 大老爷的话你别太放在心上了 不过我和姐姐说的话 姐姐还要好好考虑考虑 你什么话 铁公子啊 发生了这么多事情 我觉得只有铁公子才是真正的帮助我们的人 我想倒不如让铁公子把侯将军带回京城去 让刑部的人把侯将军保护起来 这样就可以让明依来给他治疗 这不比待在咱们何坚强呢 你相信他 你想想啊姐姐 要是铁公子想害咱们 他早就把侯将军藏起来了 或者是杀人灭口了 以他那身功夫啊 我们哪儿挡得住啊 小姐 大老爷病了 病得好厉害 吵着要见你呢 小二上酒 好好好 马上来 来 谢谢大哥 拉我办这么好的柴事 这么大的采购就过了这么点水 太小意思了 公子爷这回可是大出血了 从来没见过他对谁下过这么大功夫 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 人家怎么说 也是兵部尚书的千金小姐 虽说现在遭了难 但瘦死的骆驼 比马大 不过我借着酒胆说句不应该说的话 出门啊 咱就给他全忘了 说吧 喝酒了就求痛了 你看人家水小姐美若天仙 咱家公子 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了 你知道吗 我这辈子最想看到的是 一朵鲜花 怎么被压在牛粪下 爹 你这是怎么了 还不是被你冰心妹妹给气呢 我冰心妹妹怎么气你了 你可别吓唬我 哎呀 好人不好当啊 爹你快说呀 你二叔的事不知道怎么了结 我见他无依无靠孤苦伶仃啊 就想给他找一个有钱有势的婆家 哎 一来他有靠啊 二来也许能帮你二叔一把 可是你冰心妹妹就是不同意 那爹 你给冰心妹妹寻的是哪家呀 过几组郭公子啊 哎呀 冰心妹妹怎么那么傻呢 郭公子长得白白胖胖的 一看就是有福气的人 嗯 再说了 郭公子天天跟爹一起打牌 没怎么念书就通过了相识 一定是个聪明才子 将来金榜平名 那冰心妹妹就是告命夫人 没准还能见上皇上呢 就是啊 你要是有你冰心妹妹 爹 哎呦 好了爹 你别生气了 我这就帮你去劝劝冰心妹妹啊 用不啊 哎 大老爷 那郭公子派人来提亲了 带了好多彩礼呢 带彩礼了 啊 恭喜老大 贺喜老大 给老大道喜了 这郭公子太客气了 哎 不栽梧桐树 难饮金凤凰 我们公子这可是认真的 对啊 哎 老大 兄弟以前多有得罪 您打人不计小人过 真是大手笔 大手笔啊 哎老大 那你以后可千万不要忘了我们兄弟俩啊 那怎么会的 今晚我就让他们准备一桌酒席 咱们三个好好喝酒 一醉防凶 老大 我们就不敢打扰您 对啊 我们回去还给公子回话呢 哎呀 在水府嘛 那就要听我的安排啊 等吃完饭喝完酒再给郭公子回话 告诉郭公子这事就那么定了 让他选个黄道吉日 这边请 好 水小姐 那我就不打扰了 我告辞了 等等 你竟然做了过府的西西 应该也是个读书之人 为什么总是藏头遮面的 难道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吗 人家西西怕光 哪儿呀 只是干阴随事干的 丫头 我们都是当下人的 说话别那么难点 既然你是来求亲的 那就让本小姐看看你的真面吧 否则就不必再打扰了 我都看过了 你看不看有什么关系啊 水小姐 向你求亲的是我家公子 在下是何面目跟你没关系 我想起来了 这声音 跟杀我家的事业一样 出来出来了 肯定是被赶出来的 不像 水家大老爷 不可能收了别人东西 又把人给赶出来啊 你说 他们给谁送的彩礼啊 坏了 他们一定是冲着水姐姐来的 那咱们给水小姐提个醒啊 少爷 这事啊真怪你 好不容易在湖边见上一面 你非得跟人家讨论人品啊 这个那个的 现在好了吧 更说不上话了 怎么了 客官 今天有没有到您亲戚家取银子啊 这房间呢 实在不好再拖了 不就两个小钱吗 明天再说 不就两个小钱吗 至于吗 小黛 你去南庄找薇小姐 咱们商量商量 怎么帮水姐姐 咱们一块去不就得了吗 你笨哪 这得有人看着 防止过府的人翻墙而入 快去 李白在十五岁的时候啊 写的文章 就是这种 就超过了大才子司马下儒 也就是说 母后我累了 我真想歇一会儿 那就歇一会儿 靖王 臣在 这黄河秋远又起 几处决堤 灾民人心惶惶 这如何是好啊 臣认为 要尽快地 集中财物前往赈灾 这是当然的 可是 派谁去更好呢 按律呢 应该是户部与工部的事情 但是 每次遇到了灾情 户部与工部 就会相互地推辞 以致耽误时间 造成怨声四起 那 那怎么办呢 太后不必担心 就交给臣吧 让臣召集 协调两步 一同前往赈灾 皇上 我们还继续吗 我不念 我不念 皇儿 今晚讲的都是没用的学问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皇儿 那皇上 行迟教 我太祖皇帝十五岁时 还在放牛 根本不懂什么诗词歌符 一样打下江山 所以我用不着读那些没用的书 我要跟铁哥哥学武功 皇上说的一点也没错啊 所谓上马打江山 下马呢做江山 脱祖上的洪福 现在的皇上 已经不需要像太祖那样 受鞍马劳顿了 你看我不用鞍马劳累 就让我读书挨累 是不是 去 去禅铁鹰 是